中文字幕——YK 周恩来总理、郭沫若、彭真、副委员长等领导人热烈欢迎贵宾 坦嘎尼卡和桑吉巴尔联合共和国政府友好经济代表团 是应我国政府的邀请前来进行友好访问的 首都各界数十万人 以极其喜悦的心情热烈欢迎非洲兄弟 晚上周恩来总理会见了卡瓦瓦第二副总统和代表团团员 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山东省曲府县陈庄公社陈家庄大队 今年播种的四百八十亩小麦又获得了好收成 党支部书记陈以梅是个好领导 社员们在他的带领下坚决走集体化道路 生产热情普遍高涨 这个大队扩大了小麦的播种面积 他们认真执行了农业八字宪法 及时浇水施肥实行精耕细作 今年小麦的产量比1963年增产三成多 这里是一片秋陵红壤地带 气候温和雨量充沛 安徽省轩廊广农场1954年开始种植茶树 经过十年的努力已经有了一万多亩茶园 新式茶园采用了科学的栽培管理和采摘方法 茶叶产量逐年增加 质量不断提高 目前全厂职工在笔学赶帮的热潮中 进一步提高功效 争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越南人民军总政的菊歌舞团 于6月10日在北京开始演出大型舞剧《易静烈火》 这出舞剧深刻的反映了1930年 越南义静地区的工农群众 在印度支那共产党的领导下 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 第一次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英雄史实 衆兵苏维埃政权的交错 越南艺术家的精彩表演 受到观众的热烈赞扬 周恩来总理 陆定一罗瑞卿副总理 同演员亲切握手 祝贺演出成功 对外贸易部和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 于6月17日举行大会 追到遭到美国飞机轰炸牺牲的 中国驻老窝经济文化代表团工作人员高云鹏同志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 向高云鹏同志移向献花圈 对外文委副主任张志祥致道死 他说美国飞机轰炸康开的事件 是美国政府进一步破坏日内瓦协议 扩大武装干涉和侵略老窝的一个极其严重的步骤 也是对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 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林海云 各民主党派代表 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李竹臣 各人民团体代表 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赵国强 老窝妇女联合会主席贵宁奔舍纳夫人 高云鹏同志的家属高云鹤先后讲话 他们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 六月十四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在华北某地举行筑节受奖大会 热烈庆祝十一日夜间 击落美制奖匪帮PRV型飞机的重大胜利 并奖励作战有工部队和人员 陈根发石振山等九人 荣获提前晋升军衔的奖励 执行这次战斗任务的有关部队 荣立集体二等功 苏振华海军上将讲话 他严厉警告美奖匪帮 任何非贼水鬼 党敢前来窜犯 都必然被中国人民的铁拳 打得粉身碎骨 有工人员陈根发少校 表示要很好地遵照 林彪元帅的指示 进一步提高本领 争取新的胜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聚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诚业